正說一吃下去 是跟他在富林飯店 亞一陽冠吉那裡吃的佛跳場的味道 富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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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吃富冬的嗎 自己付錢的時候就吃富冬 我說你小時候 不就吃亞一 如果這些東西在當年 九十年代二千年 富林飯店 他這鍋子當然是收到一千幾百 一碗 要不就炒過飯也不夠 炒過飯也四百八 四百八 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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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蘇哥後面 正式喊了鮑魚 好 即是現在收拾了 現在收拾了很多年 不是集團那間 那間富林不是阿一過他們的 說他拿他的名字 銅鑼環那間 如果那時阿一那裡 這一碗東西 我想真的過千 因為他不挑釁反正 那間都是富豪挑食堂理 那間絕對一級一 喂 只是鄧小平三四隻翅 就養到的陽冠 今天就年紀大了 天下第一 御廚啊大哥 如果被譽為 好了 各位我們今天在煮東西 那不關你們的事 純粹呢 就因為我自己一份四人魚翅 那一個人怎麼吃四人魚翅呢 那我吃的翅呢 當然是非一般的 但是裡面是什麼料我不知道 我看到同事說 喂 煮一煲領廁給我 給我拿回家吃 那接著呢 後來我想想 我家裡我媽媽又怎麼吃 我老婆又怎麼吃 只有我一個人怎麼吃 那我現在就在這裡 真的興奮熱去才吃 老實說 黃藍是政見 我想問問你 脆丸是不是南店 脆丸是哪間 脆丸 沙田脆丸 真的不知道 脆丸是不是美心的 各位網友給我看看 你說脆丸 我知道脆丸 就知道脆丸 我昨天晚上在脆丸吃飯 酒樓來的 酒樓來的 就是以前美心的位置 我吃吃吃看 因為我老婆訂了一個位置 三仔仔吃而已 但是我吃吃看就想想 脆丸好像是美心的 但我又不肯定 我現在就問問問你 我真的不知道 他就在以前美心的酒樓的位置 我不怕跟大家說 我住沙田大埔 我11年就搬進去 我09年搬進去大埔 由1997年至2009年 我是住沙田 我當然日常就是在新城市中心 是美心的 美心的 好了 我稍後再說 新城市中心 平時日常活動都是新城市中心 住沙田的時候 大埔 然後看一看 巴士站在對面 我便知道 巴士站在樓上就是正建設 我才認得一個方向 一些店鋪變了 昨天也有些人 後來我和我老婆下樓的時候 我老婆說 那算多人 算多人 是的 平時這裡三分之一人都沒有 但昨天也很少人 是 我心想鬼嗎 第一 店鋪又不適合 第二 你新鴻基又這麼崩周 是吧 但是後來我又想一想 我現在 那天我跟四海所說 我現在 我不是體諒 大家搞清楚 但我要明白別人怎麼想法 其實我都不太怪新鴻基 你一定要這樣 任何人都不太怪 我連林鄭月娥都不太怪 因為為什麼呢 你記不記得 IFC當天運動的時候 有個石橋就很猶豫 一個經驗 後來也被人搞 IFC也跪下 雅鞍山那五個石橋被人告 有時候說我們退一步 我們激進之餘 真的有時候你沒有辦法 所以有時候當然 我們繼續譬如說 要展示力量 我不能去就不能去 沒有問題 但對那些員工 怎樣 有時候都真的沒有計 當然有些員工在未運動初期就已經很招職了 那些也有另當別論 嘩 說真的 因為沙田我通常去 我不會在新城市吃東西 我永遠都可以去和邪力圓 那邊的東西一定是好一點 又不用在商場裏面 又沒有那麼貴 我不喜歡在商場吃的 還有低一點的 你商場 新鴻基作為全港新城市中心 流量最高的一個商場 租金我記得他曾經上去第一位 就算現在不是 都是第二、二、三、三 我當時有很多自由行 你吃租都吃兩次就死你了 我不久 就算我小時候也不喜歡 不 我想你還沒出生 很小的時候 的而且在商城市 就是你很小的時候 是真是街坊的店舖 譬如當時有八百半 即是80年代中 但是之後就沒有了 一定是去了衛華、和邪 即是旁邊 一定是遠一點 一定是 即是不要說美心集團一定不吃 大集團我都不耗 就是從小到大 這樣說 即是我在這間 如果是富東角好吃很多 富東角哪一間 飯進去 拿完那間酒樓 那個位置 慢慢說 我們慢慢煲一次 老實說 我自己吃這些東西 除了小鍋之外 我吃過三個盆菜 三個都糟糕了 今天就應該急收經驗 不會再燒了 OK 好 沒錯了 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廠 製作的四人魚翅 就是本來不是在售 因為我都沒吃 她就送給我媽媽 她說很孝敬老人家 我媽媽也不吃刺 所以我今晚吃了 其實這裏也等於我們佛跳場那麽大份 首先我剛才蒸完 割開它 為甚麼我聞下去就很香 OK 好了 我們現在有六個人在現場 有人吃分金銅味 吃少一點 是吧 我想看刺有多厲害 為甚麼呢 雞皮蛋不刺 我就真的吃得慣了 因為現在酒樓最常有了 三百多元 四百元一鍋 都是有四人份 六人份 都能吃到的 現在這個 她當然跟我說的價錢 如果我賣出去 我要賣1700元 這樣 你有甚麼特別的 突出 好了 我們就吃過了 那些刺很厲害 首先 原來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點不同 你老婆是這樣的 不過現在我們外面的街上吃刺 你有沒有發現那些便宜刺 那時候有些刺群 是 那些碎碎味 還會成為餅 就不是這些 這些 吃麵 我們先嘗嘗味 她跟我說 因為她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的 所以一般來說 她們是會做沒有那麼鹹的 純粹有鹹度 你可以自己調味 加點鹽 或者怎樣 我剛才喝過的湯 還可以 但不是不鹹 做刺很難 很難 做刺 即是要發刺 發刺要煮 拿出來煮一兩小時 然後又要在過冷河 不是 放一棟水 浸完一小時 然後又煮兩小時 又放一棟水 甚至兩小時 你拿出來 沾葉筆 拿一雙筷子給我 然後又要出來去骨 去完骨之後 你又浸水 浸完水之後 又要出來蒸 蒸兩小時之後 又要洗 你做的功夫 都做你 最少三四天 不要說功夫 我們先吃吃 不用你的聽眾 還要看好不好吃 嘩 吃麵 嘩 湯很棒 嘩 一條尺也沒有了 嘩 嘩 要吃麵 馬上吃肥仔 吃肥仔不會辣 馬上吃肥仔 肥仔肯定了 肥仔是不會辣的東西 好像這樣說 是否佛跳牆 多東西吃一點 那時候差不多 那是不同的東西 這個湯 我們怎樣煮的雞湯 也煮不到這些雞湯 不知道為什麼在家裡煮 所以味道… 它濃了 是 我想做這個 我整天都放了很多 薄腿、豬皮、雞、鴨 那些雞湯 很棒 那些雞湯很棒 那些雞湯很棒 本身 很棒 很棒 阿南和阿蘇 有人吃一點 嘗試給他們 給他們一點味道 很棒 我做得很棒 我剩下的雞湯很少 剩下的雞湯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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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試完說 是 正 很棒 好了 很棒 是不是真的棒 你不要入鏡 你都放在鏡頭 你都是做的 是 剩下的雞湯 好… 是不是真正 真正 這些雞湯不是我們… 平時我們在外面吃飯的 是一餅餅的雞湯 它一梳 它一梳梳 是吃麵 肥膩沒有拍肥膩 肥膩吃過了嗎 可以嗎 湯很棒 是的 湯很棒 完全是順口 不覺得… 喂 雞湯 還有沒有湯嗎 有的 添加給我 OK 好了 說真的 我給你收了一段 網友的聲帶 是嗎 OK 甚麼聲帶 裡面有些東西 Aman 第一 我並不是甚麼賺錢的人 賺錢當然是劉聯雄 是 是的 李嘉誠 你賺錢就不用在這裡了 沒錯 我們是一個小生意人 除此之外 我沒有甚麼要補充 我們播一段聲音給大家聽聽 我畫面拍著我們就行了 老實說 長話短說 其實昨晚聽的節目是針對那個彈 你說你那個佛跳場甚麼事 說你騙他那些人 我是有些看不到的 不要緊 不要緊 我試過這個佛跳場 還有這個竹鵬 還有這個 真的怎樣 紅酒橋頭 真的我和家人 每個都 大聲一點 都是我和我媽媽 出街還可以的 特別是那個 那個 佛跳場 200多元 吃到這些 這麼高水準的食物 我真的覺得那條品牆 真的 他不知出街發生甚麼事 就不要亂亂 因為其實我身邊 曾經有這樣的同事 是很氣憤的 這些人在你身邊 你真的想死 每件事都在根根計較 經常覺得有人騙他 我真的腿不過眼 所以才講這段說話 其實很感謝你 就是你願意放下一些 賺大錢的機會 去做這些 你不要介意 是吃力不討好的生意 雖然是有錢賺 但真是 真是好聽 這樣賺 有時候很高能氣 有時候我都為你奮奮不平 很簡單 那些事情 你都不要說出去外面 甚麼價錢 你就是那裏的材料 海參、花膠、魚肚、冬菇、鮑魚 全部這些材料 每一樣浸發的流程 所有東西都是不同的程序 所以他還要做一個這麼好的湯底 回一個湯 只是賣二百多元 哇 你想怎樣 那傢伙真是很想扔他一身 不過沒有 這些拿來講 我也知道這些東西 通常你做節目的時候 那傢伙真是說完就算了 我不應該翻口的 但我真是看錯眼 其實我從來都未吃過 譬如湯正說的那些 我好人不好者 真的很難去喊一包魚 扶納門這些地方 因為自己比較低層的人 我真的很感激你 用這麼實惠的價錢 去讓我們吃到這麼高水準 是那些這麼有錢人吃的東西 令我們感受得到那種 原來我們真的有機會碰到這些東西 是很溫暖的一件事 我也知道這段留言比較長 但我真的很忍不住 憤憤不停的吃到那種機會 多謝你 你願意 其實你很多機會賺大錢 但你都不做 你做這些事 為了這些粗話不要聽 我們現在這個時勢 其實你有沒有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播到 連她父母也賺人好適的那段 不過算是播不播 首先我們不是賺了什麼大錢的 我看到網友在一個check room 說什麼大陸的東西 是呀,大陸的東西 是呀 如果你說得這麼別直 其實我這時候 對這些聯教旨主義 我真的很受不了 說真的 你們先搞定 你們自己先不要淘寶 有些人做到的 但如果你說要在街上 你其實真的不太現實 甚至乎我們現在用的wouter 很多東西都是大陸的東西 這個是好吃的 剛才那次 但我也沒有想著買 賣這一次 只不過我的網友 既然 其實我們很多網友 都已經吃過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為甚麼會來呢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疫情 而且我在平台裡接觸了一些人 那些人跟我說過之後 那其實 你知道剛才我遲 其實又是用來交給那些 真是你們認爲 那些高級人的海鮮酒家 就是那些魚翅酒家 他就買你三四千元去 就算你了 你知道times square在上面 或者是中環 他用不著理你 當然現在那些客人就少了 這個禮拜 大家要留意我們移民港座的新安排 就是關於外國的樓盤和BNO的港座 那我決定 以前我們的慣例就是要租借浪豪的樓上 我都不知道 就是我們會在每個星期的星期 在我們本台的室室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節目這裡 而這位 我們看過都可以坐到20人 OK 也置了相應的工具 例如桌椅和電視 大家留意 看這個禮拜會不會有 下禮拜開始還是怎樣 到時候我們再跟大家報名 因為這樣不用租倫的地方 就彈性大很多 也可以說長盡一點 小弟也會增加登場 兼加多一點的時間 讓你去問問題 過去我們做完 譬如有時候 人們多問兩句 但因為真的要交場 還回場地給別人 有時候就變成要稍後再聯絡 就不能夠盡快解決你們 對於BNO visa的疑問 或者有些置業的 想多問幾句 這個區 合不合我 我兒子在哪裡讀書 那你都不夠時間 在自己的studio 就會方便很多 OK 好了 這星期 就是母親節 OK 當然我一會會推銷我們的產品 關於這支操戶 如無意外 如無意外 我全部講如無意外的東西 星期三 即是後日的醋 會送上來我的studio 你們不要星期三上來 星期四上來比較穩妥 這個是如無意外 但是 這些東西很難說 如果有任何變更 我再會在節目裡說 近日 電話畫上來本台說要買醋的朋友 就令我欣然感覺到 可能今次的醋 回來真的 我想三幾天就會賣掉 我不是回很少數的 但是 大家盡快 我仍然都是這樣的 不接受定課 是吧 很多網友是我們打黑粉絲 不要說有朋友介紹的 他說 他還上來問我 我說你們沒有聽節目 沒有 沒有聽很久了 我明白的 希望大家盡量去支持 或者你說 不聽節目的 因為不想聽這麼悶的事情 或者各種情況都好 看看是否可以選擇合適的貨品 老實說 今次今天我們真的要賺命搏 只要賺命搏 都應該要上來支持一下我們的台 我不知道梁珍有沒有發送給你 現在有一個新的平台 說Invice 我們也要過去的 就是那個上載平台 預防YouTube那些東西 我們看看 研究一下 那個就沒有什麼衝突的 因為Youtube一天不買東西 他也會計算沒什麼所謂 但是Youtube一買 就叫做有一個backup 是吧 暫時就沒有盈利模式 好了 這個星期就不會 這個星期 我們的日本貨 都是星期六番貨的 都是星期六番貨 我這個星期出了貨之後 人們已經feedback給我 各樣都有各樣的comment 但是似乎 可能便宜 最受歡迎是竹龍卷 但是很多 也都是最受的好評 是吧 那麼 這個真的好 真的很好 我又要計算一下 日本A5和牛 現在那星期六的全部要訂貨 因為我現在連A5和牛 我放了一百多盒都賣光了 你不要想上來就買到 都全部要訂貨 日本A5和牛 六二島是吧 五百九十八 訂貨 海膽是食艾圓一板又一板 北海道直板 根室海膽 又是五百九十八元 訂貨 竹龍卷 一百九十八元 十六 訂貨 你們可以上來訂貨 例如你說 如果我星期四上來買 儲存訂可以不可以 又太遲了 通常我們會截單的 其實截單日是星期二、三 很快 很多時候我就會預算多些貨 譬如我訂了二十盒 那月夠五十 就你們後來訂的人不買 或者買不,就當場賣 橡拔龐 鄭最喜歡的橡拔龐 暫時最受歡迎 三百 本來我就便宜了 不貴了 三百八十八元 這個是日本的石爪 其實坊間有些便宜很多 那些我們叫水爪 就是從大陸下來的 那些水爪通常就是外面的 酒店、日本刺身 做的 這個是日本石爪 好了 珊瑚房 珊瑚房不用上來就能買 正 好了 好了 反而我真的要介紹 因為我上個星期一回來 我懷疑了好不好 不肯見了很多錢 但是一回來 又賣光了 現在我沒有印象中 就是四盒佛跳牆 我已經呼籲 之前訂了佛跳牆 當時紅燒刺的朋友 快點上來 我不要妨礙那些地方 OK 好了 這個星期 沒有親切 尤其我們吃的一隻刺很棒 但是我想我不會做 你趕不及這個星期做 但是我已經是預備了一些佛跳牆 金湯刺和紅燒刺 就是小盒一人份那些 都是均一價 288 288 OK 快點WhatsApp 8481079 紅燒刺金湯刺 其實吃的那些刺 就是剛才我們那些刺 不過變成一人份 是 OK 這樣就算是經濟一點 佛跳牆 佛跳牆 也是288 但是那些六人用的盆菜 就是我們上次吃的九大鬼 仍然是1998 六人是1998 你也說再說多一點 再看看我們吃甚麼 裡面每人有一隻乾包 有鵝掌 海參 花… 是… 花膠 有鵝心 花膠 冬菇 好想多的是甚麼 竹心 包心指導 甚麼都想到齊 鵝掌 有一次 拖鶴很好喝 圓提根 是的 這樣就不是你們外面的盆菜 不是用盆菜 我們正奇的名字 九大鬼 或者是大佛跳牆 OK 他又不同 他又多了一個鵝掌 是 因為那盆小的 你放不到一個鵝掌 我昨天寫了一個鵝掌 叫一份 鵝掌有個花膠 也有點厚 一道菜 他也收到148元 一隻鵝掌有個花膠 你也不會覺得它貴 今天 就是一個碟這樣給你 就是1998 這個又怎樣吃呢 好像我們這樣坐著熱去 搞一頓碟 是 這星期如果你不出去吃飯的話 跟媽媽吃飯 這個就不會炸營 人不夠 不夠六個人 就可以買一碗佛跳牆的金湯匙 等等 這些輕輕的東西 好了 明天 這些是不特別的 但是也有很多網友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我說過 有一隻芝士蛋糕 四隻味道 我們試過 香港製造的 香港製造 是交超五星級或六星級酒店 沒有 外面零售的 好的 經過我一輪調製 純槍 一輪爭取 終於 我取得第一批貨了 第一批貨 我忘記了一盒 好像有六件的 是否六件 阿力 我也忘記了 不知道六件還是四件 六件好像 我北海道的四件 六件的 這裡有六件 六件的 有四種味道 明天就會送到我 OK 那是放冰箱的 還要很便宜 你想想酒店吃芝士賺多少錢 我六件 135元 即是一二元 是啊 你知道嗎 我們有個網友 很喜歡買那個 白糖 不知道甚麼 牛角包給我們 是… 在台灣那間 是啊 現在我每晚 老婆每晚都買 一隻、兩隻給我吃 在深夜晚上 回去攝一攝 那一隻 那些牛角包 也要二十多元 是吧 芝士蛋糕如果漂亮的 三、四、十元 十元都有 看你怎樣 這一個 阿Lick你也說好吃 是吧 好吃 好吃 135元 四種口味 OK 如果喜歡吃芝士蛋糕的朋友 明天可以上來買 不過不要這麼早 因為我第一次去交手 我不知幾點送貨 可能都是兩三天的那些 那記住 日本和牛、海膽、竹龍卷、杖拔胖、八爪魚 全部訂貨 快點計 84811079 OK 那就是和牛598 海膽598 竹龍卷198 杖拔胖399 兩條 八爪魚 繼續特價388元一隻 紅小刺金、湯小和紅小佛跳牆 一人份 288元 不要找那些街 你不要找那些HATVMORE 那些49元的東西給我付 OK 你吃完再說我騙錢 未吃之前不要說 吃完再吃完 六人用的九大鬼 這個九大鬼沒得頂 加上吃麵 記不記得我上次 是啊 剛才剛才我提到的 你只做刺 都看到這樣的工序 還未炆幾次 我只是說是發刺和洗刺 去刺骨 已經是三四天 尤其是我們在外面吃的 其實泡腩水也要泡三次半日 三九八就是基本上的 整個群刺 只要丟進去 是啊 好吧 佛跳牆裡面也有刺 但我很老實地說 佛跳牆裡面的刺 當然不是我們吃這隻刺 有些不同 問心一句 是吧 好了 那麼 知識大人家明天到了 那你佛跳牆的鮑魚和那個大 我告訴你 九大鬼的鮑魚的尺寸也有些分別 明天我和你私人的 我真的不能捨得 我們在這個節目上 我們先把營餘沒有來 是 沒有什麼外人來 我跟他聽到馬上來的 我們聽吃三頭乾包 三口 你是乾包 如果在外面吃 超過八千元 哇 明天我們在現場吃 兩頭我真的不能捨得 好像森和六頭那些 都可能要五位數 是的 三頭乾包 我們明天吃 我只有六隻隻 我現在在想賣不賣 為什麼呢 連它也不一定有貨 因為這些 你知道嗎 很久以前我問了鮑魚 各位你冷知識 鮑魚 我不是說過 它一乾會會縮 譬如新鮮包 這麼大隻 一斤只有兩隻 那就兩頭 那兩頭乾包 是不是用這一隻縮了 不是 是用縮了的計 你說乾包兩頭 本來可能是這麼大隻的 是 當然我跟客廠 可能是這麼大隻 然後用縮了重量來計 兩頭乾包 很大 我有兩隻兩頭 這麼大隻 是啊 這麼大隻 其實大小也有後話 有些是大小的厚度 我們明天吃 我準備吃一隻三頭乾包 我記得即食的乾包 我覺得 不要說價值 如果有心的話 上來 面盒 價錢面盒 是 我保證你 Unbelievable 這麼便宜 買回去不捨 吃下來放也要 乾包 處理好 怎麼做 好像剛才蒸熱 但是鮑魚就好一點 最後就像你說的 就熱了 放在餐廳上 大火 收一收汁就好吃一點 真的就好過這樣蒸 OK 記住訂東西 OK 這就是你們支持Banley的頻道 還有買這個 星期四 還有我們那些特價的 R.U.Ban 快點買 是買399、299、399 現在六碟東西 雖然六月過期 但是其實第一還有一個月 第二過期都可以吃的 不過 你們不買就不要緊 你們不買的稍後 再遲點就送的 我沒有所謂的 為什麼呢 希望你們試這個產品 特別是我很推介 Memory Plus 寄生那一隻 OK 小孩子讀書 老人家有些痴癌的初期 另外有一隻叫 印度人心素 那一隻是令你安眠的 就是容易睡一點 減輕壓力 那一隻開心一點 就是印度人心素 這兩隻我特別推介 其他那一隻 血狂那一隻 六碟東西 實在太便宜了 好 明天繼續給你們